先分化你們 然後造成你們自己內部的這個矛盾 然後說要談不談 所以有人會覺得 學生也會累啊 如果可以談可以落幕 大家就期中考也要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也想趕快回去學校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也會造成你們的意見的分歧 你們感受到什麼部分 是馬英九總統的步步進逼 對啊 簡單說 總統到現在要跟你換 要跟你獨裁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請問告 好 那除了剛剛黃國昌講 總統毀宪亂政之外 這一次最重大的 大家非常觸目驚心的爭議 就是行政院 學生進入之後的 這種血腥的鎮壓 那同學其實有進入行政院裡面 對不對 你這個右邊還受傷了 好 那有一支影片 是一個牙醫師 王興凱 王醫師 他也是被鎮暴警察打趴 倒地 而且抽搐 引起國人的震驚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在新北市職業的 32歲牙醫師王興凱 帶來 下約23號晚上 到行政院深裡面學生 幫你去跟著 救護門 不要救護人 你要救護人 怎麼會這樣好不好 你去救護? 別來了 不要iras,別給我 不要,你自己 要不要,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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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personalized 你自己出車來了 對 你自己出車嘛 他太緊張好了 他那個沿著投了 沒有沒有 他手啦 他頭也有被打到 我有看到了 他頭也沒打到 因為它是倒在這邊 你不要講話 我都好明顯 欸 這有肚子力 然後我肚子力 我肚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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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先衝去 我肚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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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被你們驅離 在那邊 我們都看不到啊 欸 先生 我肚子力 這就是你們想要的 是嗎 是嗎 來 我怕通通好不好 好不好 王星凱昏迷六小時 事後破文說 他毫不後悔 他剛剛一直在 然後他中間 就被警察打傷了 然後他現在要記憶了 他沒有所謂的後悔 沒有 因為今天改變了 我們對於 很多事情的看法 王星凱妻子控訴說 梁志永遠高於法治 否則當執法人員 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當天也在現場 那這個王醫師到底是被打 還是自己太緊張 那個很明顯啊 就是已經 那個是公視能夠 就能夠PO這個畫面 真的不簡單 我說我們所有在現場的同業 或者是助理 民意代表 多數都沒有拍到 我們都是拍到前段 可是進到了棍子或怎麼樣的時候 後段就沒有拍到了 那當然他是已經是抽搐到那麼嚴重了 那抽搐 前面造成的就是打傷的嘛 已經到這麼嚴重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幾天在議場 打傷警察有講 你不要講啦 對 現場自職 警察頭到很聰明 對 但是你如果真的 我們在議場就問這個警察局長 把他黃森永叫出來說 那這個怎麼會打傷呢 醫生怎麼會打傷呢 現場學生跟記者怎麼會被打傷呢 警察局長說 不會啊 我們都柔性驅離 所以他們的頭 可能不小心自己來撞到盾牌 那你剛看的畫面其實都很清楚了 顛錢發作了 要吼很久 記者吼很久 那好險還有記者在現場 我找到一家平面媒體 他整個報社記者 幾乎沒有一張棍子打到頭流血的 因為我懷疑他們都被鎖定 這些記者被趕走 那你看我手上這一張 這找了好久 一個其實是商業攝影的朋友 他正好在天 他在天橋上面拍到 他在天橋上面拍到 中間這個被警察團團圍住的這個 就是平面報紙的宋記者 哪一個 哪一個 中間這一個 中間這一個 只有時報嗎 這個嗎 對 宋小海啦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現在有一系列照片 都是攝影記者拍的 那這一張是他們自己拍不到 因為是天橋上面 一個商業攝影的同業 商業攝影的業餘家 他終於拍到了 他拍了連續畫面 早上七點 整個行政院就是剛剛的 王醫師都已經被進空了 七點了嘛 全部結束了 人都已經鎮壓走了 外圍的記者被警察在這邊釋放 為什麼要抓記者呢 好 但一天現場 第一件事其實不是打學生 第一件事是驅離醫護人員 第二件事是驅離記者 對 那我以前當記者那麼多年 群眾事件的時候 都是警察來說 然後我們記者躲在警察後面 沒有把我們驅離走啊 從來沒有 對 然後有時候棍子 就是當然有時候民眾 也會覺得很生氣 早年的時候會丟石頭過來 那我們就在跑到群眾後面 然後接著警察的棍子 或是水噴過來的時候 我們再跑到警察後面 我們都是維持記者的採訪圈 從來沒有這樣 這一個是 怎麼沒有抓 中午時報記者的畫面 沒有拍照 中午時報 也沒有太多流血啦 蘋果有 然後最後我調到了很多 真的是 大家說可以得 普利茲新聞獎的照片 那些照片都是來自國際的 例如美國的幾個記者 但是當時他們跟我說 他們無法授權照片給我們用 那這個就是很明顯 現場一群記者 可是警察先驅趕記者 在驅趕的那一剎那 然後記者先被打走了 驅趕的那一剎那 所以警察在推記者 對 所有的畫面 我到最後還有一個 有一個朋友的影帶 他是這樣 一群學生躺著 警察要趕的時候 右邊還剩一個記者在拍 接著所有的盾牌 就把這個記者先鋪倒 鋪倒了之後 後面畫面就不太 壓制 對 先壓記者 好 那當然還有這一個 這個照片也是經典 都已經是早上了 早上了 你看 對 太陽出來了 已經都 其實現場已經差不多了 水繼續噴記者 那你知道所有攝影 你知道水噴的時候 他們就會顧他們的鏡頭 對 一轉過來的時候 後面就開始打 那打頭其實只是30秒 所以到最後只有少數 就是你們看到的媒體 其實打到頭的是外國的記者 然後還有這個水果日報也有 就是 所以你看這個畫面 最近 你這個時候閒著沒事 趕記者做什麼 所以這個事情是真的有鬼 那江一華他今天在那個 行政院會講那麼多 543 他最明顯一句話是說 哎呀 我會加強自我反省 這個加強自我反省 這個是旁觀者的說法 他如果加強自我反省 他就說我已經責成警警署網 王卓君和台北市警局網 黃昇勇局長 在三天之內調查出來 警察可以情緒失控 可是現場指揮公安 要立刻制止 那你如果不制止的話 這一個警察還有感染 那所有人都覺得 哎呀 長官喜歡我們打嘛 那平常這個記者每天休禮 我把他打到頭破血流 所以現場是這樣造成的 昨天管碧玲在立法院 放那一段影片最震撼人心 他是怎麼樣呢 他是學生衝進行政院之後 那麼現場其實已經有穿 黃色背心的警察很多 那他們先把整個記者驅趕出去 那些學生一直喊著說 這個媒體留著 媒體留著 但是警察依然一直把他們趕出去 用整體的力量把他們趕出去 趕出去之後 接下來竟然進來的是 他們不是警察把記者趕出去 這些警察來台這些學生 他們是這些警察 把這個穿黃背心的警察 把記者趕出去之後 然後接下來 鎮暴部隊進來 這個鎮暴部隊不是拿木棍的 這個鎮暴部隊是拿鋼製棍的 戴著黑色的頭盔 穿黃蛋背心 腳穿長靴 黑色長靴 進來管碧玲說 接下來就開始打了 我問大家 請問這個瑞德 你是跑警政啊 沒錯 為什麼第一個 警察要先趕記者 第二個是 那些警察穿黃色背心的警察 本來就可以抬離學生 為什麼要鎮暴警察 因為很簡單 為什麼這次會說成是鎮壓 不是強制驅離 那麼過去 這是台灣群眾運動 我從520開始跑群眾運動 每一場都參加過 在台北市的 從來沒有先驅趕記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過去警察是記者的朋友 警察他們要跟記者之間 彼此要互相的運用 尤其是在很多的 所謂的績效的部分 所以通常跟俞彥講的沒有錯 記者不是站在群眾的後面 就是站在警察的後面 從來沒有在第一時間之內 就把記者先驅趕 其實他驅趕記者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注意到 他現場指揮官有喊一句話 叫做一視同仁 你知道嗎 他的理由是一視同仁 就是說行政院是不可以入侵的 所以媒體也要出去 他以這個做理由 做藉口 那剛剛弘儀講到那個 我告訴你 現場指揮官有說 保醫的把警察請出去 你那個 剛剛弘儀問的那個 事實上 鎮暴總共區分成三種 你剛剛講的那個 頭戴緊盔對不對 頭盔 然後事實上那叫甩棍 鋼製的甩棍 甩出來打到身體非常痛的 然後甩棍以後 焊燥特別好的對不對 霹靂小組 霹靂小組是負責逮捕的 第一線就負責逮捕 負責衝撞 你們兩個學生也董不住 他一個人的體格 你應該很清楚 他們的體格是最棒的 通常會拿一個 有時候會拿一個圓形盾牌 這最兇漢 這個是最兇漢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所有人剛剛講 騎煤棍的那個鎮暴部隊 有的時候會拿硬塑膠的井棍 那只要燒下去有沒有 你頭一樣見血 一樣 就是這次不是第一時間驅趕的時候 在北平東路的時候 有一個衝出來 看到人就打有沒有 還有一個學生我印象深刻 他要拿軍局鬆手 和平和平就把他叫下去 然後拼命打下去 我們會抓狂一樣 然後另外講的黃色背心 這個通常是指台北市的警方 台北市的警方 因為他處理群眾運動的經驗 比較豐富 所以通常他不會 第一時間就採取這種暴力的手套 他比較不會 所以他會比較柔性就對了 那麼剛剛鴻一講到一個重點 我跑那麼多場 其實我講坦白的 從以前到現在 這個不是警察鎮暴部隊 打得最兇的一次 也不是見血最少的一次 但是 可問題是 現在是民國103年耶 民國103年耶 前一場這麼兇悍在哪裡 在陳雲林那一次 你知道嗎 陳雲林那一次 在這個中山橋的時候 也是拉出來 看著人家就削 記者整個都打得很雞八糟 可問題是 這是民國103年 你政報部隊衝出來 事實上我告訴各位 我的立場是 你佔領的行政院這個人 你把他驅離 或者把他移送還辦都OK 可是你不能預舉 今天行政院長這樣的話 還出來講說他會約束 這個所謂的暴力會約束 你錯了 暴力是不能約束的 你只能強制驅離 或是進行逮捕 你不可以毆打學生 昨天陳維廷 那天陳維廷就衝進行政院 情況你比較了解 等一下再請你來講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